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到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向神献上感谢 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的第三讲 我要跟你们分享耶稣的身份和工作 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9到51节 这一段圣经记载了两个人对耶稣所做的见证 一个是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一个是使徒约翰 他是跟随耶稣到最后一刻 然后之后耶稣复活生天之后 他又在地上活得最久的一位 他们两个人对耶稣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施洗约翰等一下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 大概是在主后26到27年左右 所发生的事情 那个是那一段的时间 他所做的见证都要放在耶稣的身份上 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 大概是主后85到90年 85到90年 而这一段使徒约翰所做的见证 主要是在讲耶稣的工作上面 在我们教会的信息 一定都是回去讲圣经 然后再讲你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告诉你说 你的生活是本于圣经 而不是要告诉你说 怎么样从圣经拉一个经文 然后好像要用上帝的力量 然后帮我成功 我们成功不成功这件事情很难说 因为如果从圣经去看的时候 有很多主的门徒 或者有很多神所用的人 从结果来看是成功的 或者中间很风云很风光 可是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主的门徒 或那些神所重用的人 在地上是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不以你现在是荣耀的 赚钱的 成功的来断定你 是不是主与你同在 相反的很多的时候 在很大的困境当中 你仍然站立得住 这个时候可能更是神所定义的 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很喜欢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 其实那个是出于一段经文 它说一宿虽有哭泣 对不对 早晨便必欢呼 你知道这一句话 是我在我所有的服饰当中 我最看重的一句话 为什么说一宿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呢 就可见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哭泣嘛 一定会有哭泣嘛 你知道我坐飞机有的时候 坐得好像都永远到不了终点 因为腰酸到不行 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一直到天亮 我就在想说 哇 天什么时候亮 那当然我很感谢主 有些人他再也不失眠 那是主的恩典 可是像我现在永远在失眠 我却比你更了解 什么叫做一宿有哭泣 早晨就欢呼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更多的时候是 主的话怎么说 而不是我的感觉怎么样 我当然喜欢我们的感觉很好 对吗 你信不信你钱赚了很多 可是你如果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恩典 你只是要那个结果 那可能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没有这个结果的时候 你就感觉主没有同在 因此从今天我们所要的看的 耶稣的身份和工作 我们要来看到底神怎么和我们有互动 我们来读第一 约翰福音一章六节七节 我们起来读预备 请 有一个人 表哥 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 施洗约翰可能很早就知道 他的表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 但从圣经上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知道 他们表兄弟是不是关系很好 常常有互动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在生长在两个地方 现在的两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没问题 对不对 台北到高雄就是很方便 台北到美国也不太难 你只要搭上飞机就到了 可是在当时即使是几百公里 都是很远的地方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好的交通工具 因此当耶稣出来到约旦河 受他表哥施洗约翰洗的时候 他才确定原来这个耶稣 耶稣是他的名字 原来这个耶稣他的表弟 真的是基督 真的是神的儿子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圣经 就是施洗约翰向他的门徒 向他的门徒 他有门徒 他向他们说 原来这一个就是我所要服侍的对象 来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 预备请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在这边使徒约翰说 他说听见约翰 就是施洗约翰 前面的施洗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说 你们去跟他吧 本来是我的门徒 我说你去跟光州吧 这样 意思是这样 本来是我的门徒 我说你去跟光州吧 他就两个人 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另外一个是谁呢 这里没有记载 那应该就是使徒约翰 因为他在现场 他讲说还有一个是安德烈 一个是我 他没有写我 之后安德烈就去找了他的兄弟西门彼得 约翰也去把他的兄弟雅各找来 所以这四个人 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一批人 所以等一下我在讲的这个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九到五十一节 就是讲到这一件事 这两个约翰所做的见证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 到底耶稣的身份和工作是什么 耶稣的身份是什么 还有耶稣的工作是什么 还有跟我们什么关系呢 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跟我们没关系啊 有关系吗 第一 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发现 耶稣是旧约先知所启示的基督 耶稣是旧约先知所启示的基督 我们来读一章四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菲利找到拿旦叶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菲利认识了耶稣以后呢 他向拿旦叶做一个很伟大的宣告 他说我们遇见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了啦 我们遇见了他是谁呢 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你知道以前人的名字很多重叠的 叫耶稣也不是只有这个耶稣 因为我们现在很有名讲耶稣了 所以当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就exclusive了 就其他的耶稣都不管了 可是当时不是 当时你要说哪一个城市谁的儿子耶稣 才会定位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现在 其实很多人的名字也重叠啊 所以你要拿到个资的时候 他要问你说你的身份证字号 对不对 还有你的出生年月日 如果你有信用卡 你打去 你就说我要处理我信用卡的问题 他就说我跟你确定一下是不是你本人 那你就说是我本人啊 他不会相信你说是你本人 你就是本人 他一定说那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身份证字号是A121 你要接着念下去嘛 对不对 就表示你是这个人 那他问说那你的生日是 那你要讲你的生日啊 这样他就对在一起了 所以这里说他就是约瑟的儿子 纳萨勒人耶稣是众先知 所记载的那一位 这里讲到耶稣是旧约所启示的基督 二十二十三节我们来读 请他就明说 我不是基督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 喊着说修止主的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这是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的时候 他说我不是基督 然后他说你是谁 他说我不是基督 他说而且我是旧约先知书 所讲的那一位 我就是他的开路先锋 所以施洗约翰非常清楚 知道自己是个开路先锋 他本人并不是基督 他本人并不是旧约 所要启示来的那一位 他只是帮他开路的 他不是基督 所以从菲利在这边的宣告 和施洗约翰在这边的说明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施洗约翰是一个开路先锋 而耶稣就是旧约 先知所启示的基督 这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身份之一 当然 这个对我们今天而言 很多教会已经不讲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重要性 或者在功力上面 利益上面 没有什么好处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呢 因为我们所讲的 不是个空中楼阁 我们所讲的一个 不是说他制服我就有效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是只有我们所拜的这位神 会给我们好处 也有别的所谓的神 会给我们好处 这样听得懂吗 有一次我传福音 给我一个学长 那他是我的学姐的先生 这个学姐是在高等法院 做法官 他的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这样就呼之欲出了 因为法律界的人 这样一算就知道 没有几个这样 那我的学姐是一个律师 是一个法官 那他也是个基督徒 非常好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贤 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先生 传传福音这样 那我就说好啊 那因为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现在还没信 那我就去跟他先生见面 因为他是我的学长嘛 我就去跟他约了见面 我就约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学长 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见面 他说可以 我们一坐下来 我们还没开始讲 他就开始讲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知道 他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又知道 我也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而且我已经 离开我的专业 然后我就做了传道人 所以我找他 还有什么事要说呢 对吗 所以一坐下来 我还没开始讲 他就开始讲了 他就开始讲 哇 他所拜的神 多神多神 多厉害 然后讲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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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头到尾我都没讲话 饭都吃完了 他在跟我做见证 你听得懂啊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所谓的神 我这样讲 公平地说 我们所谓的神 会赐福给我们 他所相信的所谓的神 也赐福给他了嘛 后来讲到后来 我知道他讲的是哪一位 我知道他所信的是哪一位 这样 后来我就问他说 我说 我说 那他对你有没有道德上的要求 然后我们两个对话就结束了 听得懂吗 我问他说 他对你有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要求 这样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只是要钱 我可以告诉你 你拜很多东西都会有钱 如果你只是要名 你拜很多东西都会有名 可是如果你要我们这个人 走到最后一天都没有后悔 说我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 我就这么简单讲就好了 或者我所信的这位是真的 把我带尽到永远的那一位 我可以告诉你 大部分的宗教都没有 是真的都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说 我们要只要得到那个好处 那我们不需要去讲这一段嘛 讲到他就是旧约所指示的那个基督 耶稣对犹太人而言 他不仅是救赎主 他其实也是我们今天 整个信仰的中心 他是我们所传扬的那个对象 他也是我们所传扬的那个内容 当然了 他是我们的恩典 刚才带我们剥饼的时候 他说他赦免我们的罪 可是当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地说 我不是基督 我不是基督 他才是 其实 其实在当时 约翰比耶稣有名太多了 约翰比耶稣有名 很多人从各地 耶路撒冷来看 施洗约翰 向他请教 受他的洗 连西律王也找人去找施洗约翰 可是施洗约翰没有因为这样 就过度看重自己 他对于自己的身份 以及他所要传扬的 介绍的耶稣 和他自己的关系 弄得很清楚 那今天 我们也是应该这样 我这次到欧洲 很多的日子 那就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就这样走过去 然后跟他们一起聚会 陪他们交通 跟他们一起吃饭 可是他们常常说 你来了 正好有一个人需要信耶稣 这样 你可以不跟他谈一谈 他们都是把疑难杂症 要留下来 这样 我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弄了一两年 都信不了 他就去 那我当然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知道怎么样 简单的介绍福音 我也知道人心里面的软弱 所以当我讲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说 我的确是这样 我需要耶稣 所以我这次去 可能会在几分钟 或者十几分钟之间 就站着这样讲话 他就信耶稣了 或者坐下来几分钟 他就信耶稣了 就很多人就跟我说 你知道你真厉害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厉害 因为重点是他 重点不是我 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 我们一直把重点 没有放对的话 就别人把眼光放在我们身上 觉得你真厉害 你真棒 我们很会讲福音 我们很会服侍人 我们很会唱诗歌 你们唱歌唱得很好 不过主要的对象是 那位被唱的那一位 对不对 而不是我们唱的这一位 你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传扬基督的时候 我们知道传扬基督的这个人 或那个人 或者你们非常重要 需要被人认同 需要被人接纳 但在信仰传达的过程当中 不在于我们有多重要 不在于我们有多被看重 而在于我们所介绍的耶稣是谁 今天我们在这方面 真的做得比较差 做得比较差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的教会特别好 那我也常常讲嘛 来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很不错 这样讲对吗 你们怎么都那么没有信心 这样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 不是我们教会好 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所以如果你在别的教会 我就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昨天同工会 在开会的时候 我也说这个话 其实重点不是在 你在哪一个教会 而是那个教会里面 有没有高举耶稣基督 而不是说 那个教会的牧师特别好 哇 我特别会讲 昨天我在找寇少恩牧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 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讲一讲 我听说他最近身体又不好 我说你身体又不好了吗 我就写给他 我说你怎么搞的 你又不好了吗 他就打电话给我们 就聊聊聊 你问我他教会好不好 他教会好啊 只要他介绍的是耶稣 你问我林阳堂好不好 林阳堂当然好啊 只要他介绍的是耶稣 你问我哪个教会不好 没有哪个教会不好 只要他介绍的是耶稣 可是我们这个人 必须弄清楚我们的定位 如果我们是施洗约翰 我们就必须告诉别人说 我不是基督 不是我来带领你们 你们才会成长 是我所讲的 是不是基督 今天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地位 提得很高 很高很高 到最后你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并不是 旧约先知所启示的基督 只有他是旧约 先知所启示的基督 我们不必高举 我们自己在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不必以为 我们自己有多棒 我们也不必因为 我们已经懂得谦虚 或者我觉得我很特别 我们不必因为 我们很会传福音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常常这样想 其实因为我去传福音 我是在欧洲传福音 或在美国传福音 其实从结果来看 别人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可是昨天 当我在跟寇少恩讲的时候 寇少恩就跟我说 他就说 你怎么可以帮助这么多牧师 你怎么可以帮助这么多牧师 我就说很简单 我说每一个牧师来跟我讲 他的难处的时候 我从来不教他该怎么做 我是从来不教牧师该怎么做 我会把事情分析分析 我说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其实最后的答案都是很简单 我的那些学生都已经学会了 他的答案都说 你长老讲完了之后 就问我说 你觉得神会怎么做 或者你要不要去找神 他们说你问的结果 最后他的答案都是 你要好好祷告 我就跟寇少恩说 我说重点是 他会去找神 不是他会来找我 你听个懂吗 他来找我 搞了半天 我还是要跟他讲 需要找那个 找那个才有用 就好像有个医生 那个医生很喜欢传福音 他是个开刀的医生 他是个开刀的医生 他每次什么时候来传福音呢 就是人家要开刀的时候 他传福音 因为你知道开刀的医生 在那一个早上 比如说他有十台刀 他就要去走去那台说 这个光州 你还有什么想法 等一下要开刀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困难 完了 就说子杰 你呢 就一台一台看过 一个个房间看过去 然后时间到了 就推进去推进去 对不对 他每次人家就说 没有什么医生 我要拜托你 他就这样讲 他说好 你放心 你拜托我没问题 等一下进去 我会拜托别人 你知道那些病人 都说医生 你不是答应我 你要亲手帮我开刀啊 你怎么又拜托别人呢 他说 我当然还要再拜托别人啊 结果那个人就说 你要拜托谁啊 他说 因为呢 我是会尽心竭力帮你开刀 但最后完成这件事情呢 需要上帝 特别的恩典 所以我进去 等你那个麻醉了以后 我就跟上帝祷告说 求你给我恩典 好好地帮他开刀 我尽我的本事 但是你要赐恩 然后那个病人都会看得到说 哦 然后那医生就会说 这样吧 你知道啊 你托我 我拜托他 还不如你本人拜托他 你觉得怎么样 所有的病人 百分之八九十说 那我自己讲吧 那医生说那当然好 那我祷告一句 你祷告一句 对不对 因为你第一次嘛 你不会嘛 对不对 我既然是介绍人 好人给你帮到底 这样 他就这样祷告 真的 所以他的病人 很多都信耶稣的 有一次我到那边去看他 然后坐在那边 我也要请他帮我看 看病 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个病人来说 来 过来 过来 来 我跟你介绍 这个就是传福音给我的人 那他传福音给我 现在我传福音给你 所以你来认识他 你坐一下 你们聊一下 他就走了 因为他还没有信 他就把这个疑难杂症留给我 可是我们介绍的都是 同一个对象 这样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 并不是我们厉害 并不是我们能干 并不是我们能够把教会办得好 并不是我们会传福音 并不是我们会带敬拜 我说这个都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事情 他就是旧约先知所启示的基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看到第二点是 耶稣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们这里看到 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身份或工作是 他是神的羔羊 他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个我们比较不懂 因为有旧约的背景 我们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 在这里看到 耶稣第二个身份 他是神的羔羊 我们来念 一章二十九节 请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翰 就施起约翰 看到耶稣在那里 就跟他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要跟他 因为他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个是施起约翰 告诉他的门徒说 耶稣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在圣经的当中 只有在这里出现一次 新约 可是在旧约里面 常常出现羔羊 常常出现羊 那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羔羊在这边 最有可能是指说 耶稣基督是神 所自己预备的羔羊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起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有一次 要把他的儿子献上 对吗 后来他刀举起来的时候呢 圣经上就记载了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十三节 请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现为番祭 代替他的儿子 后面一句话说 现为番祭 代替他的儿子 所以那个羔羊就替了他的儿子 所以是那只羊取代了以沙 变成番祭 其实前面有这件事情 因为亚伯拉罕带他的儿子 以沙去路上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家常常做这个事 所以这个青少年的以沙 就问他的爸爸说 番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他说你只带了财 只带了火 那我们一起要献番祭 他说那羊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说 他只跟他说 神要自己预备 其实神已经预备了 因为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 那只羊就是 就是你儿子 可是他不能讲 他一讲他儿子就跑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把他儿子带了 带到那里去 所以当施洗约翰说 看啊神的羔羊 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一个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有一只羔羊竟然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取过来 代替了耶稣 代替了以沙 所以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他是神的羔羊 他是神所预备要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去或说背负 我想我们当中 我年轻的时候不敢说 常常不敢说 因为我信耶稣很早 然后我就开始传福音给同学 我就在初中传福音给同学 高中传福音给同学 大学传福音给同学 我以前都不敢说 别人是个罪人 因为我以为只有我是罪人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是怎么样的人嘛 所以我不敢说别人是罪人 而且如果我说 别人是罪人的时候 别人会生气 可是我现在年纪大了 而且我接触人太多了 太多了 多到一个地步 我没有发现 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我没有发现 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而且我没有发现 哪一个人自觉无罪 如果这个人自觉无罪 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你听得懂吗 要么嘴硬 要么就是无知 怎么可能呢 你要知道所有的宗教 我现在不是讲基督信仰 所有的宗教 没有一个宗教说人没有罪的 所以这个叫做人所共知 对吗 这个按我们法律上讲 就不待生论 无庸置疑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呢 人现在就是通常都是要 就要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说我没罪 我只能说你的罪比我大 我到现在传福音 我已经可以直接跟别人说 我是一个罪人 你是不是我不知道 不过你比我更知道 对吗 我真的没有碰过人说 我不是罪人的 我真的没有说过 没有碰过 如果有这种人 我只有看着他 我说嗯 很好 可能我们的罪的定义 不太一样 我只能这样讲 我们没有一个人 不觉得自己是无罪的 因为这一件事情 我们有时候说 你摸摸良心 我告诉你 不用摸良心 随便讲一讲也知道 对不对 恨不恨人 不恨 那你是真的 没有被人家欺负到够 对不对 你被人家欺负到够的时候 你没有不恨人的 交不交 你还知道骄傲 那你还不错 那你一定有某种本事 有某种本事的人 一定会骄傲 比较好笑的是 没有什么本事的人也骄傲 他以我 毫无本事为骄傲 记不嫉妒别人 不嫉妒 怎么可能 那是你没看过人家 有好东西好不好 你看过人家有好东西 你一定会嫉妒的 为什么我弄了半天 只有这样 你听不懂吗 我们这次去 因为太久没去了 然后那两段的火车 也都不是太远 然后他们都说 李长老年纪也稍微大了 我以前讲说 讲我年纪大 我不是很开心 现在我觉得 别人讲我年纪大 也有好处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说 他坐火车 我们给他买一等车厢 不要买二等车厢 这样 我就坐两次都坐一等车厢 这一等车厢真的舒服 我在台湾都是坐 我们的高铁叫什么 叫经济舱吗 我们高铁叫什么 我没有坐商务舱 我没有坐过商务舱 反正就是高铁 所以我有一次坐商务舱 是因为不知道什么 也是别人买票 我坐商务舱 我都坐过一次 那我都坐经济舱 那就已经够好了 又不是多少时间 坐位一下就到了 对不对 你还没坐热就到了 更何况我一坐 我都是在上面看资料 因为都要去讲到 我就把资料拿出来再看 然后预备好了 我还没预备好 车子就到了 所以坐哪里 其实没差别 不过这一次到欧洲去 他们就给我坐 一等车厢 一等车厢真的不错 当然我没看到 他们的二等车厢 可是进去很不错 他们还有公吃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 那个是免费 所以都没有拿到 有点损失很严重 然后他就给你吃 然后给你喝 然后还有一个专门的 吃饭的车厢 你可以进去里面聊聊天 什么很舒服 可是你如果每一次 做交通工具 别人做比较好的 你做不好的 你会不会不舒服 会不会说 怎么这样 有的时候 如果你坐飞机 你知道那飞机 我说那个飞机 都是蛮过分的 他都不会开经济舱 直接那个门 他都开商务舱的那个门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 有没有 都要看到别人坐的位置 然后才走到自己的位置 你就心里想说 我下次要坐那个位置 有没有 还有你走过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人很讨厌 对不对 什么样子也做商务舱 然后你就一直往经济舱走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你跟我一样 是个罪人 人家出了多钱 你又没有出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要羡慕人家 嫉妒人家 恨人家呢 这都是别人说的 羡慕 嫉妒 恨 对不对 看到别人比我们好 就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 你都没想过别人 可能比你更努力 这就是人的罪 所以这边说 耶稣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如果到现在还有人说 我真的不是一个罪人 那你只有两种想法 第一个是 你真的是要比下 你何必要比下呢 还有人比我更坏 你何必管人家呢 你要问你自己 是不是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是要背负我们的重担的 而且刚才我们所提的那个经文 他说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个罪孽不是since 它不是罪行 它是罪 也就是说 它是除掉罪性 它是拿掉我们的罪性 不是说 我的嫉妒变少 可是我是骄傲还很多 不是 它是让我们渐渐的 它在地位上面 让我们一次罪就拿掉 可是我们的习惯犯罪 这个事情要慢慢地改变 这个点下我们还会讲 所以第二 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第三 耶稣是用圣灵施洗之神的儿子 这里我们来到 第三个身份是我很喜欢的 其实上个礼拜 我已经稍微讲到这个事情 那就是 如果我们的罪孽 已经除去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会犯罪呢 对吗 如果我的罪孽已经除去了 我怎么还会犯罪呢 如果我已经拿掉了罪 我应该无罪了嘛 我没有犯罪的动机 跟能力了嘛 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 耶稣还有一个身份 是用圣灵施洗之神的儿子 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的经文 预备 请 约翰回答说 我是用水施洗 但 是你们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猜我来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在这边施洗约翰 又说到耶稣的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他是用圣灵施洗之神的儿子 那我讲一下 约翰这样讲的时候 他在约翰河外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施洗 很多人都来施洗 他就给他施洗 那个叫做洁净的礼 就叫他们说 你说你承认你的罪 你承认你的罪 他就施洗说 好像用一个动作说 你洗干净了 这样 你洗干净 结果你出去又犯罪 又回来 他又帮你施洗说 你干净了 但在这边 很多人受他洗的时候 耶稣来了 耶稣在被约翰施洗的时候 耶稣就说 请约翰替我施洗 约翰就说 没有 应该是我受你的洗 他说没有 你现在替我施洗 后来约翰替他施洗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是一个印记 因为神跟约翰说 有一天你替人施洗的时候 当你替人施洗的时候 圣灵降在神身上 就是基督 就是你要服事的对象 所以那一天 当耶稣被洗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就证明了 他是神的儿子 三十四节 对吗 他说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因为神跟他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他说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所以约翰是用水施洗 耶稣却是用圣灵施洗 简单讲 就是耶稣是要用圣灵 放在我们里面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耶稣是用圣灵施洗 是指耶稣要把圣灵 放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或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承认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什么是用圣灵施洗呢 就是耶稣基督要让人 可以得着神所赐的新生命 耶稣曾经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们每个都从肉身生的 对吗 请问我们有没有人是孙悟空 没有 都是父母生的吧 我也不要问你说 有没有 你是从父母生的 我不要请你举手 大家都是父母生的嘛 是不是 那父母给我们生 这一个叫做肉身 绝对没有问题 要谢谢父母 因为他们给我们生肉身 可是从圣灵生的就是灵 耶稣说 从灵生的就是灵 那从灵生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圣灵生了我们 圣灵让我们得到生命 父母让我们得到肉身的生命 对吗 所以医生 把你 从你母妇胎里 拉出来之后呢 一拍你的屁股 你就哭了 因为一拍你的屁股 你的肺就张开来了 气就进去了 然后你就发出第一声呼吸 你就开始活了 这是父母生给我们的肉身 我们都是父母赐给我们生命 如果我们从肉身的生命来讲 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也哭了 我们也活了 圣灵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是一个罪人 这个突然 是指你事后看 不是你当下看 我这次传福音 我上次师父在这边也有讲 我这次传福音给一个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我接受了耶稣 我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了 我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他都知道 他说可是我好像迷迷糊糊的 我说对 你迷迷糊糊没有错 迷迷糊糊是正常的 哪一个小孩子生下来 就是说妈 你不吓死了吗 对不对 他一定不会叫你 因为他是被生下来的 今天也是一样 圣灵生了我们 当耶稣用圣灵施洗的时候 当耶稣把我们这样子的生命 把圣灵放到我们生命 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灵生了 可是这个需要过程 我们需要过程 施洗约翰 洁净礼 不会让我们 不会犯罪 可是这个生命 让我们在里面长起来 我们就渐渐的 越来越不会犯罪 那这个生命长起来的 一个结果 所以当一个人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 还不够 他必须接受圣灵 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生出来 那这并不表示 我们在今生可以杜绝犯罪 软弱败坏过犯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我们不再是一个 愿意反复在罪里面打滚的人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难 所以我们那个老师说 打个比方给你 就是当你有了耶稣之后呢 我们用一个普通的话来讲 就是你的良心特别敏锐 以前做这个也没什么 现在做这个觉得不太好 特别敏锐 而且你信主越久就越敏锐 很奇怪 你不会麻痹掉 你信主越久就越敏锐 我常常跟同工说 我常常跟同工说 如果你刚刚信主 那你可能做这个做那个 你心里不是很舒服 不过没关系 后来这样子不太好 我就不要做了 可是你做同工做 你越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 这个就更不好 这个你就越来越敏锐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那个生命长起来了 你就知道这样做 你对于那件事情的罪的敏感度 就提高了 就提高了 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不要急 你不要把外面跟里面拉开来 的确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对罪也敏感了 可是你改 可是有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更发现自己还有许多需要改的 因为你的灵长起来 因为你的生命长起来 你就会对很多的事情觉得不应该这样 如果你有小孩子 你就会知道 对不对 如果你有养小孩子 你就会知道 他以前 他做错的时候 你跟他说 他就觉得没怎么样 可是过一段时间 他就知道不要那样做 他就知道不要那样做 所以他随着他的生命的成长 他会改变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 也会改变 所以耶稣是用圣灵施洗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生命会改变 第四 第四 我们来看 耶稣是用日常生活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是个理论的信仰 刚才讲了耶稣的三个 第一个 他是旧约所启示的基督 我们本身不是基督 我们所传扬的那位才是基督 第二 耶稣是神的羔羊 背负或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第三 他不仅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而且给我们圣灵 让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慢慢长起来 长起来 可是到最后 应该表现在外面 应该表现在外面 如果你做了非常久的基督徒 别人却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这件事有点怪 听得懂吗 我年轻的时候 别人就教我 你要一直传福音 一直传福音 一直传福音 我压力好大 因为我不是那一种 一天到晚要跟别人讲 我是基督徒的人 后来我找到圣经里面的生命的 成长的路 我就发觉最重要是生命里面成长起来 所以我在二十几岁就起现在明传 后来在淡江 在中原大学教课 在教书 我在教书的时候 很多学生都跟我说 老师你怪怪的 这样 我很喜欢问他们说 我哪里怪怪的 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他会发现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要高举自己 我是希望我的日常生活 能够让别人觉得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的基督徒所有的学生 我都非常爱他们 我不仅是爱我以前的学生 我也爱我现在 我现在我在欧洲所带领的那些 我也不要跟你说 我很爱你啦 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很恶心 对不对 可是我又没有爱你 我自己知道 我们是每天 我跟邱华是每天 每天为我在全世界 所有的工作祷告 你们 我当然不能一个个提名 但ANS是我每天祷告的 每天 我们一定有提到 ANS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正在生病 你们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前两天我们特别为Vivian祷告 她也不过是我们这里的小姐妹 我们这样讲 我们是在为她祷告 就提她的名字说 我们为Vivian祷告 让她的身体可以好起来 你们当中生病的时候 是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的 我这样讲 没有要说我很了不起 我要跟你讲说 那个是我很自然的表现 那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 那个是生命长起来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的 耶稣是用日常生活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我有的时候 就坐寄程车来教会的路上 那个寄程车就是开五分钟 最多十分钟不超过 你知道那寄程车 很多司机都说 先生你做什么事的 我最被人家讲的就是说 你是不是敦化国中的校长 因为开到敦化国中的门口停 我就说你开到敦化国中的门口 他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敦化国中的校长 我说我不是 然后最后我下车就跟他说 我是基督徒就好了 下面不用讲太多 如果我们每一个 耶稣基督的门徒 都让别人看出来 然后我们只要说 我是基督徒就够了 不用讲太多 你讲太多 他就觉得你要传教给他 我没有要传教给你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教 这是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生命 耶稣是用日常生活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来读38到41节 好不好 预订阅上 耶稣转过身来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拉比在哪里住 耶稣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住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约有深圳了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 自己的哥哥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从这一段生情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用什么 用怎么样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呢 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耶稣没有跟他讲很多 门徒遇见耶稣的时候 就问他说你住在哪里 他说那里要不要一起住 经过一天 他们就知道他是弥赛亚 为什么呢 今天或许我们不能明白 为什么这样 安德烈跟他约翰 他们是那一天 跟耶稣同住的两个门徒 他们为什么跟耶稣同住 就发现他是弥赛亚呢 我问你 你跟一个人相处久了 会不会认识他 说都不会认识他 那他一定是地下情报工作人员 对吗 可是我们基督徒 并不是这种工作人员 我们就是要活出来的 所以我奉劝我们教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圣经上说要从心里做 是给主做 不是给人做 这样可以吗 我跟你讲不要赚大钱 如果你赚不起的话 不要拿不要拿 不应该拿的东西 如果你拿不动的话 应该是规规矩矩的 从里面活出来 那是多么喜乐的事情 当你好好的做 你心里很平静的 按着生命成长 当然我们生命成长 是一个阶段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青少年期 就是会反叛 我们就是会过不去 可是你慢慢来 不要急 这个生命是路遥之马力的 日久见人心的 短暂的赢并不是赢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我刚刚到欧洲去的时候 在2007、08、09的时候 他们流行一种餐厅的方式 叫做buffet 就是你交一个钱 就给你吃到饱 那你知道欧洲的华人餐厅 中国人的餐厅 他们原来都是做点菜的 后来就开始做buffet 我就跟他们说 buffet不是每一个餐厅做得起的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buffet是这样 你吃一次你会很开心 你客人吃第二次很开心 可是因为吃了 你知道buffet就是什么呢 不吃伤心 吃了伤身 对吗 所以你进去 顾客第一天很开心 然后第二次去又很开心 第三次去又很开心 第四次去就不太想去 第五次一块就不去了 所以你前面会赚得多 后面会赚得少 可是贪心的人都怎么做呢 因为我做餐厅嘛 我先投资是15万欧元 你很快就赚了30万 那你30万你赚了怎么办呢 就看到别家也开 别家也开 开得比你还大 人家都去那边吃 有没有 因为它货多嘛 所以你就说那我也不行 我就装修 我就30万再借15万 45万再打下去 打下去你又比别人大 大奸嘛 对不对 所以人家又来了 然后你就赚到90万 你就再借钱 100万再缩进去 你知道缩到后来 最后一个的就怎么样 就垮了 就全赔 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人会贪心 我会贪心 还有吃的人会贪心 所以这个食物 是建立在贪心的上面 所以我跟他们说 你千万别这样做 我这样讲 你们有听得懂吗 不要只管别人的餐厅 要管管你自己 你是不是贪心 你是不是多了还要再多 我今天早上 在穿这件衣服出来 讲道的时候 我太太就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换别的衣服 你永远都穿这件 好像你没有衣服一样 我不是 因为我喜欢穿这件衣服 比较好 因为我要很凉 然后我们的师班 有的人怕冷 所以前面你们唱诗 他会先关掉 只要我一上来 就叫他把它开起来 第二呢 我要穿这个 第三呢 我最近肚子大起来 我要遮住 对不对 所以我就穿这个 就很方便 这样 我不会想多买一件衣服 当然因为我是男生 女生多买一件 也很正常 我越来越觉得 心里的满足 比你物质的丰富 还要满足 对吗 我相信你都承认 所以不要把命堵在那个 你永远用不到的钱上面 因为你们都是比较 台湾的弟兄姐妹 都是比较稳定的 独享弟兄姐妹 在欧洲我碰到那些 因为他们是海外的华侨 他们要累积很多的财富 这样怕万一怎么样做 他们有很多的钱财 我常常跟他讲 所有用不到的钱 所有你用不到的钱 叫做什么 他们都说遗产 我说不是 叫做浪费 浪费你的生命 去赚那些钱 所以够了就好了 我讲这样 不是叫你不要努力 你们都知道 我很努力对吗 我也告诉你们 要非常努力 可是你的心 是怎么样的心呢 你知道你的心 永远最后会在你的脸上面表达出来 你的心永远会在你的外面表达出来 我们的外面的日常生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耶稣基督是用日常生活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我这次去欧洲 因为三年没有去了 所以我的学生近来 三年之内进来的学生 都是在网络上看见的 对不对 都没有看到本人 就是网络上看见 也不能说不是本人 但是就是影像 那这次终于去上课了 那有些是本来就是在学校的学生 尤其博士班的 那本来都认得 那那个校本部的课 很多都是没有上过课的 那一般几个学生坐在那边 那有一个就坐在那边 上课的时候 我第一天上课 我才上了十分钟 我也觉得没有讲什么 就有一个学生一直流泪 一直擦眼泪 我就说他是怎么搞的 怎么有这么严重 对不对 我有上得这么好吗 或者是你想到什么事情呢 后来我就问他 因为我跟我的学生都很亲 我所有的学生 我的名字都记得住的 我都上个职业叫我名字的 我就叫他说某某人 我说你怎么了 他就边擦眼泪边说 他说老师 他说我从来都是在荧幕上看见你 你的传授的都是知识 跟所谓的言语 他说可是我看到你的人的时候 我就发觉原来本人的那感觉 跟影像上是不一样的 这样懂了吗 我们一定要追求是我们给别人所看到的 这个是你要里面长起来 不是装的 不是装的 那这个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生命 我再帮你们复习一下 耶稣就是旧约所启示的那个基督 他就是那一位 第二 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 第三 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里面有生命 我们里面有生命 第四这个生命就长起来 对吗 就会表现在我们的什么 日常生活当中 当然这个需要时间 不要急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神赐福给你赚很多钱 赞美主 神赐福给你工作能力很强 被别人肯定 赞美主 如果神赐福你 你的表现 让你得到名誉 感谢主 可是最要紧的是 你坦然不坦然 你舒服不舒服 你是不是做到一个地步 你自己实在是 外面跟里面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这样吗 其实我告诉各位 比诸永恒 一百年叫做短暂 所以与其你要去追求那些 你不如好好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让你的生命长起来 最后结束了 耶稣知道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并为我们命名 耶稣知道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并为我们命名 我讲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经文写出来的 我不是要来框你们 讲一个高言大字 让你们觉得 哇耶 耶稣太厉害 我不讲这些 耶稣厉不厉害的事情 耶稣厉害很正常啊 耶稣不厉害 他怎么做神呢 对不对 他当然厉害啊 问题是他的厉害 跟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 四十七到五十 我们来读四十七 我念一节 你念一节 耶稣看见 拿蛋耶来就指着 他说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 拿蛋耶说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在这边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还有个清楚的表现 这一位神的儿子 这一位神 他知道我们的过去 他知道我们的未来 当耶稣看见 拿蛋耶的时候 他就说出 拿蛋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说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拿蛋耶说你怎么知道呢 耶稣说我以前看过你 拿蛋耶说那你真是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说出来的 正是拿蛋耶心中真实的状况 拿蛋耶是一个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 耶稣就说你是心里面有诡诈的人 他说你将来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所以耶稣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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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到这个年龄 当我知道耶稣 知道我的过去 而且还知道我的未来 然后他还要爱我 你要知道有多难吗 对不对 耶稣知道我的过去 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还知道我的未来 可能变成怎么样的人 然后他从头到尾还爱我 其实耶稣知道 我们过去所受的伤 他知道你过去所受的委屈 他知道你过去各样的难处 他也知道你现在在难处当中 这是我们最大的保证 我的生命经过很多次的蜕变 我的亲家今天有来聚会 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 我们很开心 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 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我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人 我是真的没有生活能力 我不仅不会煮饭 不会煮菜 我基本的生活能力是没有的 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我的亲家 很多事情他都会处理 那种人不会了解我们这种人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 我们什么都不会 我是 你了解 你是了解你自己吧 我是 然后我就 我就说 我连进那个 我连进7-11都 不是不会是不敢 然后我的亲家就 就不能明白嘛 谁不敢进7-11啊 我长得也人模人样的 看起来也不是个穷人 人家也不会赶我 我又会讲中文 对吗 我进去又要买什么 为什么困难呢 结果我就跟他说 我是真的不太敢进 我说我现在进步了 我的悠游卡夹子 我敢进去了 我敢进去悠游卡夹子 我已经进步了 我已经进步了 结果呢 结果我的亲家就不太理解 他就说 你为什么不敢进7-11呢 结果我女儿在吃饭 回头 就这样投胎起来说 他不敢进去 那这是我的过去啊 后来我只跟他讲 简单讲一句 因为我们家以前穷 我被吓到了 我被吓到了 所以我呢 就是不敢去买东西 你一定不敢相信 对吗 可是你知道那个生命 的那种笃定 我现在即使是不敢去 那当然啦 逼到真的没办法 我也会去啦 但到现在还没有逼到 没有办法的时候 所以我到任何的国家去 就一定要有人到机场去接我 这个也有好处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行嘛 他们一定要到机场来接我 而且我如果出去 机场看不到我 那个要来接我的人 我就会慌 就会里面就会慌这样 那你想想看 我一年要飞多少个飞机啊 我都要跟对方说 你一定要过来接我 甚至我的同工会跟对方说 你一定要准时来接里长老 不要让他在门口等 不是我大牌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背景 可是耶稣知道 我这么没有用 他还是爱我 你现在有什么难处 我告诉你 我只能告诉你 耶稣知道 你有什么难处 你的工作上的难处 你生活上的难处 你思想上的难处 你看不出来 你有那些难处 因为你隐藏得很好 可是耶稣知道 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 让他来改变你 你的个性着急 你都hold不住 告诉耶稣 他能帮你 而且他还知道你的未来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会为我们命名 彼得的名字 他原来叫基法 对不对 是小石头 后来耶稣说 你是大石头 就把他改名叫彼得 原来保罗叫扫罗 后来就被改名字 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历史的记载里面 上帝也好 耶稣也好 常常改人家的名字 我想这个对我们华人 来说不难 对不对 就改名 就怎么样 改运嘛 改运嘛 所以当我们 被耶稣改名字以后 就表示 他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只要你把自己交给他 彼得把自己交给他 就改变了 保罗把自己交给他 就改变了 摩西本来不愿意 后来把他交给他 就改变了 约书亚本来也不敢 神跟他说 你跟我没有问题 就改变了 我们跟他就改变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他要改变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过去 他知道我们的未来 他要改变我们 我们现在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想就是五分钟 就是然后你找两三个人 基本上就是弟兄跟弟兄 姐妹跟姐妹 然后讲一讲说 我听完今天的信息 我从哪里得着帮助 我要做什么 这样可以吗 我先祷告 然后各位可以继续谈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你就是旧约 启示的那位弥赛亚 你是神的羔羊 背负我们罪孽的 我们谢谢主 你用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成长起来 我们也谢谢你 你自己做了一个榜样 生命在你的里头 外面就被别人看见了 最后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答应我们 你不仅知道我们的过去 接纳我们的未来 而且你为我们命名 我们向你现在感谢 你怎么样坐在使徒的身上 就坐在我们身上 我们为了 我们可以聚会 我们等一下可以交仪 我们可以一起用餐 我们献上感恩 求你赐福我们 让我们今天 充满了你的感谢 充满了你的恩典 充满了你的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